花莲岩辽有一家业者在私人土地上以及海边从事沙滩车活动 不过却被民众认为活动场地有破坏防风林地以及历史遗址范围 27号陈勤民众找了明代陈勤后 明代便邀请了县府相关主管单位以及东莞处道场会刊 环保团体表示对于地主擅自在土地上清除防风林以及草地 并承租给沙滩车业者破坏当地地貌感到相当不满 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危害自然保护区的争议 环保团体对于地主擅自在土地上清除防风林与草地 并承租给沙滩车业者破坏当地地貌非常不满 认为这样的行为有危害到自然保护区的争议 但是您看到 营业跟有没有营业其实这是两件事情 今天私有地如果我没有做任何的建筑 就像一样今天在其他地方 他在营业 坦白讲如果说今天在这个保护区里面 是所有车辆都不可以行驶吗 应该也不是吧 老板我想问一下 但地主强调自己的土地并没有破坏原貌 也没有向沙滩车业者拿任何一毛钱 只是为了鼓励娱乐休闲产业发展而免费提供场地 借给业者经营沙滩车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难道不会怕外面有一些敏感的声音吗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说因为现在其实沙滩车也是大概在这两三年开始 比较新奇的一个新的行业部分 长期以来从之前在新城在曼坡那边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相关问题 只是我们当时有业者愿意来这边来做开发 而且我觉得说整个所谓的这个观光事业 不应该是集中过度在于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愿意往南区这边发展如果对整个观光产业来讲是好的 而且我认为说今天沙滩车它并不会造成太多的所谓对环境上面有一些影响不过 因为它就是一般的车辆在行走而已 荒野保护协会副会长李志芬受访指出 目前海岸现况是光涂涂一片 以及沙滩车业者也明确有盈利收费的事实 相关全泽机关长期放任不管难辞其咎 我们发现说这个地区本来应该是花东沿岸自然保护区的海岸 然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光秃秃一片 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然后也看昨天也看到沙滩车的业者 在这里利用这个场地在进行盈利的动作 然后像这样的情形的话 应该有主感机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违反了我们这个海岸法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生态保护区 然后这个如果是依照营建署颁布的这个生态保护区 花莲西口的这个海岸保护区的话 这里其实是林木是不能砍伐的 花莲先政府观光产业科长陈永南对此 则提出观光处订定相关法则来回应 我们的海岸的管理的行政区范围就是宜北 宜南是东莞出国 那既然是移植到宜北的话 为什么可以核准他们在这里呢 这里已经不是宜北了 是宜南 这分两个层面我刚刚有说过 一个是盈利的资格 一个是你去玩的地方 你现在带着你的合法的去瑞瑟去副理育理都可以玩 但是你要看那个地肯不肯给你玩嘛 客长请教一下 地的部分是回归到土地管理 土地的所有权的或者是土地管理机关 它对这个土地有没有限制 像林木局的林班地的话 那你保安你不可以进去他会插牌禁止你就不可以进去 如果他没有禁止基本上相山向海自禁 建造是你们合法的啊 什么建造没有建造这种 邀集各单位到场会刊的县议员杨花美听取各局处 业者的陈述说明他认为这海岸区域似乎是三不管地带 要求现康的各单位能够尽快厘清 而东莞处花莲站诸位景表示 目前业者的营业使用土地范围是否超出非东莞处全责范围 但仅就油气行为的部分去做处理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